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小燕爱说话 先生爱听 万一怎么看 这两个人真的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张小燕曾经说过 她的先生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这辈子唯一做过不低调的事情就是跟她结婚 不过这段令人称陷的婚姻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彭国华因为罹患了癌症 张小燕求避了名医 却没有办法挽回先生宝贵的生命 让她真的是相当的伤心 不过虽然两个人夫妻缘分只有11年 却是爱得深刻 爱得刻骨铭心 带点撒娇的语气 演出搞笑又无厘头的电影 综艺大姐大张小燕在主持的全盛时期 力挺好友朱颜平参与她指导的电影 1987年在导演朱颜平的另邀之下 张小燕参与了大头兵的演出 也让她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可以说我跟小燕的老公太保了 彭国华先生感情非常的好 甚至比小燕的交情还好 就是因为我以前的电影都是彭国华先生做宣传企划 由于彭国华和电影圈的关系良好 当年朱颜平找张小燕演大头兵时 就是请她帮忙处理小燕姐的片酬 没想到两个人意外擦出火花 终于在1990年悄悄地结为连理 彭大哥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个性很好 他非常疼爱小燕姐 甚至在他眼里小燕姐好像是永远都需要被保护的 需要安全感的 张小燕曾经形容彭国华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唯一不低调的事情就是跟他结婚 他们结婚以后都很少跟外面去接触 小燕跟别人不一样 从来不应酬的 她下了本 她是个公务员 她就是电视公务员 她下了班以后就是回家跟先生 她先生也不应酬的 他们两个都是事业狂 但是回到家养了一大堆狗 尽管身处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 张小燕依旧相信 私底下还是可以拥有平淡田径的生活 只不过1999年 长期操劳的彭国华被发现罹患了肝癌 小燕姐因为不敢惊动家中长辈 只好打起精神 每天笑脸迎人继续工作 她最不舍的就是跟泰宝的生命事别 是她最不舍 她这一生里面 深圳的很深爱的一个人 就是泰宝 因为泰宝也太懂得她的训练 泰宝把她这个 她的家当了一个家 她最希望能有这种感觉 可是泰宝给了她有这种感觉 彭国华的一年早逝对张小燕而言 无疑是人生中的一记重击 在告别式上 从头到尾她不发抑郁 频频低头是累 那次对她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得出来她整个人生都有一些改变 甚至搬出了她 她原来住我家隔壁 跟她先生的一个装潢的很漂亮的一个房子 但是她后来也离开了那个地方 因为我想不想目睹事情吧 看到那个房子想到人 所以基本上我很难得见到夫妻感情这么好的一对 在银色世界的一对标准夫妻 曾经有算命师说张小燕是个苦命的女人 但她从来就不这么认为 因为和彭国华的相处 让她感受到什么叫做幸福 而这是第一段婚姻所欠缺的 其实小燕姐曾经经历过两段婚姻 那回想起来 她也曾经在别的节目讲过说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生离死别 在1980年的时候 小燕姐她认识了贝先生 然后她两个人结了婚 隔年就生下女儿贝宜农 那回顾那段婚姻 其实虽然也好几年之后 大概七八年以后才离得婚长 但是小燕姐回顾她说 那个时候对那段婚姻 她的感觉是说 好像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 但是这个鞋子非常的不合脚 也许在外人眼中 前夫贝正坤的家世不错 和小燕姐是金铜玉女的最佳组合 不过小燕姐坦言 自己在结婚第二年 就发现两人之间有问题 后来是因为我觉得 她的那个贝哥 到了好像到了高雄去 在做这个参与业的事情 那时候在有很多风云风雨的事情 那她这个是一个比较豁然的一个人 她拿了喜欢的下 最后她觉得这种情况之下 她觉得就是说想 她就不合适 一路走来张小燕的感情路 并不如演艺事业那么顺遂 但历经过两段婚姻的她 反而觉得自己的人生 因为有了这些过程 变得更加圆满丰富 在丈夫跟父亲先后过世之后 张小燕疗伤了好一阵子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她 在镜头前又精彩付出了 令人生的巨变 她有一个感触 她说我曾经有过不能多求 现在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地过 享受寂寞继续工作就不会忧伤 原来是她的好朋友鼓励她 要继续地做节目 就该光鲜亮丽 而人生就是要勇敢地走下去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们不太爱 也不太爱 那我们就搅担了 您能不太爱 还能为我们难以往